知法、守法、距离力争 邓宏说法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美国宪法赋予了民众很多权力 不过很可惜很多新移民刚刚来到 经常会不小心触犯了法律 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邓宏律师 上来和我们谈谈 美国刑事法和民事法究竟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两样东西有什么不同 最重要是刑法牵涉到自由 如果被定罪的话会坐牢 当然民事案件输了就赔钱 同时刑事案件起诉人是政府 当事人没有权利去撤销 民事案件分分钟可以撤销 当然举证责任来说 刑事案件是检法 定罪标准很高 八成九成被告有罪才能够有罪 并且被審团12个人一致裁刑才能够定罪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无罪推定论 其实这件事对于民众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一个被告来说 是被自己认罪或被陪审断判法 有罪之前来说都是清白的 所以来说我们一般在报纸上看到 这个是厌犯不是空手的 所以当然来说 因为他无罪的情况下受理 审理过程之中来说 他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释的机会 我们经常看一些新闻报道 都说有些人肯定是有罪的 但如果你请过厉害的律师 竟然可以打得掉 美国又以司法公正著名于世 究竟是否真的 当然来说 在美国来说 因为举证责任在检方方面 案件来说 被判无罪不是真的清白 广往警察和检控官来说 他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说服被审员来说 被告是有罪的 那在文法方面 其实民众又有什么权利呢 三个权利是经常用到的 第四个修正案来说 是警察不能无缘无故 没有受查令的情况之下 搜集民策 第二个权利来说 警察必须要向民众告知 他逮捕时有权利保持沉默 有权利平静律师 如果执法人员不小心 侵犯了民众的宪法权利 那是否整个案件都会被撤销呢 不一定 很多时候来说 他的证据可以排除出去 律师可以利用独殊之果 因为警察执行时侵犯了民权 所以他取得的证据 是不符合法律的条件 可以为自己把证据排除出去 并且为上诉埋好复笔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么多 很开心请到和律师上来谈 不过如果想关注更多的法律问题的话 记得留意我们下期的同样时间 邓宏律师事务所 阵容强大的专业团队 为您全力以赴 据理力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